老板 来碗重庆小面 好嘞 要微辣啊 中辣吧 门嘞 我听你这个口译呢 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我建议啊 还是吃微辣 我挺能吃辣的 吃不吃啊 美女 听老板的吧 他是为你好 我们重庆的微辣 和你平时吃的微辣不一样 对嘞 行 那就微辣吧 要得 马上好 老板 跑走去 面来喽 来 面 还有你的水 我没点水啊 吃这个水给我给你点点 他说你用得到 慢吃啊 不客气啊 奇怪的人 你很优秀 而且各方面也非常适合这个岗位 谢谢 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来重庆工作呢 我看你是新海的 而且大学也是在那边念的 一点私人原因 不方便透露 啊 理解 那 薪资待遇方面 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 薪资方面 我是没有意见的 只不过 我有个不情之情 你说 非特殊原因 我可不可以不加班 理由是 我怀孕了 所以 不过您放心 我除了不能正常的加班以外 其他方面 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 是这样啊 那我觉得 你更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出来找工作吧 我也是刚怀孕不久 对身体没有影响 而且你们招聘信息上 也没有说不招孕妇啊 话是这么说的 对了 你的 那个 离职证明呢 什么离职证明 就是 你与之前佣人单位 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证明 没有是吧 那 我们就无法证实 你是不是还跟其他单位合作了 所以非常抱歉 我们公司不能录用你 我可以补开 可以是可以 但是 这个岗位不会为你一直留着的 等一下 好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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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几层啊 是一层 谢谢啊 重庆小面 矿泉水 是我 怎么样 那边矿泉水全喝光了吧 没有 那个辣度正好 挺能吃辣的 之前没见过你 新门来的 我叫陆景文 你好啊 新邻居 忘了问了 你叫什么名字 陆离 你也姓陆 你是哪个陆 大陆的陆 我是小陆的陆 这么有缘不如下个微信吧 我没带手机 那报一下微信号码 忘了 我先走了 谢谢 好 程绪员 我还真没交往过 有意思 现在这场女性怎么这么难啊 为什么男生就不用再怀孕啊 结婚啊 上面受到酒也歧视啊 不是现在都说男女平等吗 怪不得现在这么多人 不敢结婚 不敢怀孕 别 要我说 你以后去面试 就别主动说自己怀孕了 那不行 这不是欺骗吗 这哪算是欺骗啊 顶多算是隐瞒 我是怕 你要是继续实话实说 没有公司敢用你 好了 说些开心的吧 你说 杨嬷嬷要当妈妈了 你看 这么快啊 对啊 昨天刚带她去宠物医院检查的 刚怀孕不久 那天妻还在你家吗 在啊 叶先生还没出差回来呢 那就奇怪了 哪里奇怪了 谁啊 这么晚了 我也不知道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对了 你到我们公司 帮我开一张离职证明 寄给我吧 好 我明天就去 你放心吧 啊 你注意安全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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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陆景雯 昨天我们在电梯里面见过的 好 你怎么知道我住2115啊 因为这一层我都敲过了 都不是你 而且你知道多巧吗 我就住你路上 你找我有事吗 对 你是学计算机的吧 我这电脑进水了 有一个重要资料有用 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计算机专业的 不等于学电脑的 不等于学电脑的 所以你能帮我修一下吗 那 那你进来吧 那你进来吧 谢谢啊 不是应该吹个 干嘛 怎么还用水喷呢 这是酒精 你怎么知道我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其他专业的人 谁会看代码大学这种书啊 你不是说 计算机专业不等于修电脑吗 我给你操作挺娴熟的 可能是我亲戚朋友 都喜欢在电脑旁边放一杯水吧 你在找工作 新海大学 我说第一次见你 就觉得你这么面善呢 原来是我小师妹 你也是啊 重新认识一下 新海大学文创学院零九级毕业生陆景文 以后你可以叫我陆师 你要是还没找到工作的话 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公司 你们公司招程序员 不是 是网络管理员 我们那是影视公司 那我去做什么 很简单 负责公司的社会维护 还有处理各种电脑的故障 以及网络系统安全 别着急拒绝 普通的程序员我也看不上 普通的程序员我也看不上 我主要是看你还挺懂 修建的我的 所以想要请你过来 公司离这儿也不远 上班很方便 最重要的就是 薪水也不低 那平时加班多吗 时间很自由 看你自己调配 如果动作快效率高的话 你应该不用加班 可 可是我 我是怕 你要是继续实话实说 没有公司敢用你